大家好,我以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为了维持中国共产党这个烂摊子 中国经济的形态将会变得越来越病态了 各种幺蛾子撑出不穷 也意味着中国人矿门那是完毒死了 不压榨你们 不掏空老百姓 怎么维持中国共产党的 红色江山 要完全涌不倒 今天看到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出境 假模假设很多老百姓以为放宽 没有 变着法治 现在最新方法是什么 中国反电信诈骗法 用这个东西 很多居民出境的时候 发现被派出所审查 网民称出国没有变得容易了 反而是越来越难了 怎么个搞法呢 去年12月1号 实施这个叫做严格审查 前往柬埔寨 缅甸泰国八个国家的中国居民 有之前人是告诉这个 只有亚洲电台 这个网上预定了出国的机票 那看来现在中国老百姓那是裸奔的 就是你只要预定了出国的机票 那航空公司马上就连接了这个公安机关 告诉公安机关 哎呦 有这么个玩意儿 这个 这个叼毛 要出国了 这个 在飞机起飞前一天派出所 当地派出所的民警 就打电话给你盘问出国的理由 你去哪里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要求提供个人出国相关资料 哎 这个 我看了一下 你想想 他是这样啊 现在就说呢 如果你去发达国家 也去什么 美国 欧洲 加拿大 新西兰 去日本 韩国 都没问题 闹炮了 暂时不查 那他也是两手准备 中共共产党 哪一天 他要闭关锁国了 他就说 你去哪里都电信诈骗 不就完了 这个案件 这个是两手准备的 但是呢 他现在主要针对什么呢 我们看到了 就是你去啊 东南亚国家 他还说 你们去东南亚 就搞电信诈骗 然后要搞电 那就中国国内也搞完 你不是 从来没见过 你说有 有没有美国公民 去到东南亚 搞电信诈骗呢 有啊 但是你 你听说过呢 美国 台湾 日本 最近日本跟 跟菲律宾 也也是 正在做引渡啊 也有日本的人 跑到菲律宾去做 就 就是有一些 就 黑工啊 就 就叫什么 然后就正在引渡 相关的 还日本人 引渡他回国 要求菲律宾政府 再发达国家 你跑不掉 因为发达国家普遍信用比较好嘛 啊 你跑出去了 呃 要引渡你 比如美国要引渡你 基本上 你你就跑不掉啊 不不像不像中国 啊 那中国 这里面 他也有一个困境啊 说到这里就是 呃 他要引渡一个人 不那么容易 很多时候 很多国家不配合 或者说 呃 你给点钱 啊 没有 节目在 啊 没有 你 你不给点 money 啊 我不给你引渡啊 要欠了一个人 前面中国 啊 所以他就要尽量的提前筛筛筛选 但是我 我觉得他主要目的是这样啊 最近结合另外一个新闻啊 反正现在 如果啊 哎呀 这个特别针对什么呢 很多相对啊 叫低端吧 哎 叫什么 就更加底层的老百姓 哎呀 这样底层 底层 哎呀 我们这个一定要找中性的词语 哎呀 要谨言慎行 啊 就比较基层啊 比较基层啊 呃 的老百姓呢 他出国啊 或者老物 他种种 很多就 就是金泰国啊 金洁普债 金缅甸啊 这些这些国家 所以现在反而人呢 你看到中国 中国就反 很多时候都反过来的 他不是劫富济贫 他劫贫济贫 他先管什么 先管那个穷苦老百姓 越穷越被他割 越穷越被他管 你看到 就就是你 你见的鬼了 是吧 开个电瓶车 他先罚你开电瓶车的 你发现了 那什么市委书记 开个私人飞机 开个 你看到有没有 拦下个私人飞机 没有 拦下个劳斯莱斯 通常来讲 你在路上 你看到那个车 就劳斯莱斯 开个凯迪拉克 哎呦 哎行 基本上这个人 哪里有问题啊 哪里会 会不过连接啊 是吧 这个车不可能 开个奔驰 是吧 开个大奔 所以这 反而不查 很多时候 看啊 看你哎呦 你这玩意 开开个 我又说比亚迪 又说比亚迪 我们转 转黑比亚迪 黑一塔比亚迪 就就说 开个比亚迪 这个警察 你看他也带有色眼线 哎 这个很可能不过关 尾气不过关 我们把他拉到一边去查一下 你看他 看他宝马 他不查呀 宝马七 不是五 也不是三 看那个宝马七 他不查呀 查什么 基本上他过关 开宝马七 他哪里又不过关 就这样啊 其实啊 所以往往啊 被割的 还就是特别紧张 那韭菜 很多时候 一般的货车司机 什么的啊 所以 那我说 说一些 就说到 为什么现在不让底层 老百姓出进的 反而是 优先不让老百姓出进的啊 这里面 说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最近呢 看到真的是没法火了 看这个东莞辽布电子厂 哎呀 辽布电子厂啊 电子厂 大致 存七块五元一个小时 哎呦 现在这 这中国打工怎么这么低呀 这个工资 你看主要生产电子元器件 招聘普工啊 加班公司都啊 手工做包装啊 轻松做岗 做班啊 呃 只要存履 哎 你看啊 这个这个还挑三拣四的 你看啊 只要存履 十八周岁以上啊 十八周岁以上 呃 本人有效身份证啊 身体不限健康啊 但是为了无犯罪记录啊 你看还要还挑你看啊 还要还要特别好管啊 综合工资达到两千到两千万啊 哎 你看他这架势还特别多安报啊 员工存七七块五元一个小时啊 要做满一个月以上 做不满一个月的降两块钱啊 五块五说明白了啊 可以长期做啊 空调车间啊 风扇宿舍 哈哈哈哈 车间就是空调啊 把风扇宿舍八到十人间 公寓室 八到十人间 呃 八到十人间啊 够呛啊 公寓室宿舍的啊 这个上个厕所都不得了 呃 一个厕所八八到十个人估计啊 餐补三百块三百块钱一个月啊 这不不八出博了 不八出博了 相当于是 呃 就这补补一点餐啊 然后你长期做了 当然是长期做了啊 还还要扣钱 意思就 哎 所以就 就这个你一看这架势啊 大把人报 大把大把的 那为什么 呦 这七块多钱 两千块一个月 我都不知道这日子咋过啊 现在北京上海大城市 社保都比他高 社保都比他高 你知道吗 哎呀我说我都不知道怎么保证劳动法 这玩意儿 你看这这工资两千块钱 哎呦一个月我管你一天做十个小时吧 哇一天做十个小时一个月 哎呦他他这个这个是单休啊 单休我都给你二十五天 那两百五个小时 两百五个小时 哇这才多少钱啊 两百五个小时 两百五个小时 那就真的是才两千块钱 才两千块钱 哎呦这日子怎么过啊 我想了一下 这个工资反而是低了 中国什么都涨了 物价飞涨 我之前说过了 因为他通货膨胀 拼命印钞 这工资反而是低了 以前我记得 我大概是大学的时候 有些同学 去肯德基 去麦当劳打工 当时是 我记得好早好早 就是十五块钱一个小时 就是什么什么 派传单 派传单 就已经是十几块钱一个小时了 怎么现在 这反而变成几块钱一个小时 还低了一半 哎呦这真的是太 那证明现在大把工人 尤其是这种低端的 第一端的工人 工资还低了 所以我说中国现在是非常病态的 它是往往是截贫继富 为了维持 哎那我怎么就跟维持中国共产党烂摊子 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啊 因为现在国际上 中国出口里 我们都知道面临很大的一个困境 面临很大的一个困境 中国共产党要保持中国制造业 在全球的竞争力 那韭菜门你就甭想涨工资 涨工资是最不可能的一步 尤其是底层这种制造业的普攻 只会越来越低 你们的工 你在之前的那个什么中油证券的 那个分析师说 泰国越南只有中国一半 什么意思 也就是现在中国共产党 它是没人信的 中国共产党 就是我们现在要跟东南亚竞争 工资低的吧 所以就不让你们出境了 所以现在为什么不 你以为哥哥去泰国 都说不定就去越南 就是打工去的 因为这关系是搞不好 我可以预测 中国的未来就是工资比越南低 它不比越南低 它不行 你要抢订单 怎么抢呢 你要比比他们便宜啊 对不对啊 所以要抢订单 这抢订单你就听出里面的邪恶来 也就中国以后这个工资待遇 要向东南亚看齐 甚至要比东南亚低 我们发挥大国优势 只要最高指示 我们工资要跟他紧张 所以我也以为开玩笑 就这样 他有一般的办法 你比如菲律宾 我们可以对比较菲律宾 为什么菲律宾 他就让那个菲律 他们出国赚钱 他们是比较健康 你看到菲律宾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国家 相对中国 因为他在里面没工作 我知道自己国家从 我就让他们出去打工 打工了 还把钱打回来 我就出入自由 也没有边境控制 很自由的国家 而且说英语 而且有英式教育 所以他到菲律 因为他讲英语 他到很多地方可以打工 可以做这个沟通 暂通无主 所以 那为什么 他就 自由出入出去了 他也不会说不敢回去 你看我们的 哪怕很多人 什么大老板 在外面赚了一个亿 他不敢回去 所以他也更加拧巴 所以中国的体制 你看比菲律宾还不如 中国 他就不敢让你出去 你看他 他现在限制你们去 去东南亚这些国家 这样 因为你们这些底层的人 一旦出去 就 那供求关系 他自然就工资就涨起来了 所以现在就不让 恰恰是底层的 不让出去 稍微高一点的 因为他是出不出去 跟这个制造业 就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他就炒了一套房 哎呀行 你们就韭菜户割 你有本事你出去 所以就相对忠诚 像是顶层的反 那可以说顶层的反 也有时候也不可以 就比如马云什么的 有一些大老板 都被税局看住了 所以现在反而底层 不让你们走 你还跑到外面去打工 中国的工谁打 中国工没人打 工资一旦涨上去了 我们在国际上就没有竞争力 就没法出口创会了 因为这个出口创会 是最根本的命门 对于中共产党来讲 里面你说 就搞这些是乌七八糟的 什么房地产 那可以制造一点就业 能够消耗 你可以去搬砖 但是他毕竟党是要创造外汇 所以制造业是根本 所以压低老百姓公司 预计是下一步 妥妥的可以看到 所以这老百姓以后就是人矿式的 以后你就以功戴政 为什么以功戴政 你就天天给共产党干活 有你翻车就行了 你一想赚钱 你一想发财 没没 就这样了 你不服坦克 不服就坦克 所以老百姓完蛋 有本事你就颠覆中国共产党 就这样 与此同时也是看到很病态 还有两个病态的 你看一个一个告诉大家 香港你允许个人投资 大市值代币 包括比特币以太币 我一看这新闻 我确认了狗了 为什么 我一看知道 这玩意怎么回事 我一针见血告诉大家 中国共产党要出货了 为什么 你们回想一下前面五年 中国共产党在干嘛 所以香港要被掏空了 真的 前面五年在干嘛 全国关田 是不是 是不是抓了很多搞代币的 在中国搞虚拟货币的 是全是违法嘛 之前是不是 充公了一大批的虚拟货币嘛 当时是不是 那他现在他要 他充公回来 他怎么兑现呢 而且他兑现要兑美元 要兑港币 兑人民币 兑人民币 他自己印的兑人民币 有个卵用啊 对不对 中国共产党 所以你看到他有时候做坏事 他是一盘大钱 过去这五年国内充公所有的虚拟货币 你要现在干嘛呢 现在打开香港这个门啊 这个这个呃 他感觉一举两得嘛 香港成为一个大型的洗钱中心啊 大型的就是俄罗斯已经来 我们的大家玩的够呛 玩的欢啊 这个北韩你进来啊 这个全世界的犯罪集团进来香港啊 香港哎呦这个真是有前途啊 反正你正路搞不定搞歪路啊 中国香港以后成为全球最大的黑社会洗钱中心啊 把什么虚拟货币全拉进来 那谁给基金吃 哎呀这个真好了 中国共产党给 之前就正好充公了全国的虚拟货币啊 这前面五年吧 就是全国全国都收全部收了 很多都会有有钱有财的啊 都被都被没收了啊 没收完了啊 现在现在去哪里散啊 就香港散啊 哎呀他说这这个在香港的 他肯定要收港币啊 收港币或者说你们收美元 那就OK了 中国共产党就妥妥的清洗的 你看这通过这最近的这三年五年 那清洗的全国的虚拟货币 全国什么开矿呢 全部抓进去啊 那你里面有的虚拟货币全部是充公 全部收缴啊 收缴完了啊 打开香港的你哎 所以香港任重了道远 为什么把要把香港全面回归啊 这个现在由至这个由至极心 哎呀看啊 香港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这个黑市啊 啊就就你 里面全的全球犯罪集团啊 这个中共产党就最大的犯罪集团了啊 就啊 全部的给给这这交易中共产党就那通过这一波套现 来他这他就稳住了一下下了啊 这之前都不知道套了多少这个虚拟货币 有有有有条件的再把它炒炒一炒啊 把比特币重新炒 我我没有了解这个行情很久了 但是我我一看哎他就是他就利用这个他就掏现不少钱了 而且掏的全部是外汇啊 这这正正合中共共产党口味啊 你里面这样一掌哎可以啊可以啊 所以香港所以现在是越来越虚的啊 我们可以讲是脱石又虚 哎呀 细胞子搞了几天脱虚又实现在又拖 哎呀 所以就瞎折腾啊 在之前啊 不要搞虚大啊 你要这个什么金融创新不行啊 这跟你李克强作对啊 不搞些就什么P2P全部打掉啊 打掉之后 什么啊 就搞个是要搞实体经济 现在你看到搞实体经济了吗 又开放炒房了 都让你零首富零月功了 就越来越虚了 你看到就一来一回又是虚了 又虚虚实实搞了搞了半天 韭菜被盘剥了 中产阶级被掏空了 哎中国共产党赢了 哎就这个这就牛逼了 这就四个字线了 所以中国就这样啊 最近还有一个病态 最后再说完这个啊 这个二十这个啊 大牛股最近不是炒那个 chatGPT 为什么这国内在炒这个玩意啊 哎你现在看到了 套仙的是谁 大牛股最近炒这个 这个GPT 那GPT啊 然后就是中国移动啊 现在要全面套仙啊 套几个亿 炒起来了 有一个股票叫做海天瑞生啊 海天酱油海天啊 瑞生就啊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吧啊 最近是那个 chatGPT的一个概念啊 概念股 涨了几倍 一涨上去 中国移动套仙啊 原来大股东是中国移动 所以你看他炒 原来最近在炒 chetteGPT的 不是什么一般的庄家 中国共产党在炒 炒了半天就割里面老百姓韭菜 包括之前什么 有没有核酸检测车 核酸检测股 全部中共的那 然后这搞了半天 对吧 中国共产党赚大钱 就这样啊 所以折腾来折腾去 对吧 这只要掏空 中国老百姓 稳住中国共产党 江山啊 就这么个道理啊 所以先说到这儿啊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留言分享 拜拜